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讲一下全球啊 美国有次惨败被打脸 这个惨败打脸啊 最主要是事关于古巴的决议啊 美国啊 一直长期对古巴呢 进行封锁 而对于这个美国封锁古巴 美国跟古巴交恶 现在呢 联合国做出这个决定啊 让美国应该是什么 什么叫 史无前例 受到了全世界几乎是一致的谴责 我们先看一看有关的这个报道 在联合国大会啊 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经济商业金融的封锁的投票里头啊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遭受惨败 再怎么巧说如花都为话不辩解 也这也是美国啊 近年来最侄辱的一次外交失败 因为全世界一起投票 187个国家赞成 两个国家反对 一个国家弃权 这已经不是啊 压倒性多数的事情啦 基本上是千夫所指 联合国呢 应该是连续31次通过类似的决议 连续31次啊 每年都是联合国的保留节目 全世界呢 一起打连美国 而且这个有反对声音吗 几乎没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关键这个得票啊 你要注意一下啊 对这个各种呢 你看对巴勒斯坦啊 对以色列啊 你看这种投票反对的很多 对吧 中间呢 弃权呢 也很多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次啊 反对的就两个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以色列 你看这以色列这个事儿 还得指着美国各种支持 对吧 所以呢 以色列跟着美国一起投了反对票 然后弃权的是谁呢 我们可以告诉你 弃权的是乌克兰 就是乌克兰现在 你看俄乌战争 那么想靠着美国支持的 最后他投了个弃权票 除了他以外呢 世界都支持 包括美国的一些铁杆盟友 五眼联盟 对吧 什么英国呀 加拿大呀 澳大利亚呀 这些跟美国特别紧的 发达国家 又是英语民族的 也跟美国立场不一致 对吧 反对美国封锁古巴 所以这个古巴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 它是个很难受的事儿 古巴以前啊 跟美国关系很好 古巴的海滩呢 干什么的都很好 但是后来海滩都是 美国人的度假胜地啊 然后古巴的雪茄呢 美国人的奢侈品 现在其实古巴雪茄 还是美国人的一些奢侈品 虽然它制裁了 但是富豪有办法 对吧 其他的呢 就是后来 古巴和美国交恶 大家都知道 古巴导弹危机嘛 苏联往古巴 放着进攻性的导弹 对吧 放进攻性的导弹 整个美国本土呢 受到严重威胁嘛 当时导弹危机的时候呢 在这个 双方对峙的时候 苏联软了一次 其实苏联啊 在美国面前软了两次啊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软了嘛 后来中东就不稳了嘛 后来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苏联又软了一次嘛 下边美元就绑定中东石油了 像这个事啊 现在古巴实际上是对于美国的底线博弈的一个火药筒 大家就明白 你要知道在古巴现在我们不说 你不知啊 进攻美国的导弹 你就放一个防御美国的导弹 他也受不了啊 对吧 防御美国的导弹 你的那个中级导弹要起飞的时候 起飞阶段我可以拦截 就这个意思 我放一个防御的东西的话 美国都是很难受的 而且呢 在这个墨西哥湾 这些加勒比海什么的 古巴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美国呢 就一直要封锁它 是美国很难受的一个地方 全世界都反对 但是现在什么反对 你可以看 到全世界这么一直谴责的时候 你拿美国有办法吗 这样我们就是说嘛 这个联合国现在的作用越来越低了 这也就是什么 天下要大乱的状态了 以前联合国的作用还大一点 对吧 以前的情况下 在安理会的时候啊 美国就可以给你否决了 他到不了联大的大会 联大的大会的时候呢 他也到不了三分之二多数 而现在呢 你说这个数量快到百分之九十九了 对吧 接近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 你想美国得有多孤立 对吧 因为他是什么 他在国际强权的地方上呢 他是完全的无理要求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吧 人家独立的国家 现在你说他针对你有什么敌对行动吗 针对你有什么威胁吗 都没有 但是你经济上政治上 制裁 你为了什么 对吧 他实际上你要是说 当时你可以在那放上武器 可以放上什么什么的 那还是对你有威胁的 对吧 现在这些都没有的状态 你再也可以看呢 美国才是真正的世界上的 对八千的国家 在世界上啊 讲强权不讲理的事情 对吧 现在呢 你如果啊 现在在古巴上再动一动啊 可能对美国来讲呢 他的核心利益呢 可能又是要动导弹啊 核武器啊 干个什么呀 对吧 前边的话呢 苏联软了一次 其实这个次呢 也是对于这个联合国的权威 和对美国的一个事态 这一次如果中东啊 中度到一定时候的话 大国之间核武怎么算 对吧 你包括以色列呢 也有一些核武 当然在这 以色列要动核武的话 大家心里都明白 他的这个众生 他那点核武 他要灭族的 但是呢 这一次 普京会不会软 就这么简单吗 因为前面 普京不是已经 在乌克兰问题上 已经说了 他有些地方要核武 对吧 然后呢 对于加沙呢 他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他要援助 对吧 但是我觉得 这个条件应该啊 开始的时候会差得很远 且拖呢 为什么要谈了 但是也许是因为啊 美国不想两线作战 现在呢 在这个俄乌战场上 当然对俄罗斯有利一些了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 谢谢 好